美国国务院更新了官网上台美关系现况的描述 删除2018年版本之中 台湾是中国大陆一部分和不支持台独的言论 而国务院的发言人表示 新版的文字反映的是台美官方 关系是坚弱磐石的 不过美方的政策不变 从美国国务院最新的文字描述来看 美国确认台湾是印太重要伙伴 也将对台六项保证纳入了一中政策 而普莱斯表示 国务卿布林肯原定要发表的 5号发表的对中政策重大谈话 和国务院官网的更新有关 强调对台政策没有变 也喊话北京不要借题发挥 加大对台湾的施压